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们进入第四集 那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流量篇里面的Facebook付费广告 我先把line关掉 那目前Facebook的付费广告的广告模式已经新增了14种了 前两天一个学生在问我的时候 然后他把他的Facebook广告后台卡图给我看 然后看你有14种广告模式 我自己的怎么只有13种 所以Facebook他一直在更新功能 然后有些人他更新的速度并不是一次全部更新 是有些人的账号可能会先更新 有些人会比较晚他是一批一批的 那到底谁会比较先谁会比较厚 没有个定数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那个学生他14个 我有13个明显比较少了一个 好那不管反正重要的就那几个 然后你学会之后 大部分的广告模式都是一样的 只有前面比较不一样 什么叫前面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来讲我把它展开看一下 Facebook的付费广告里面 他有分自定受众对象 就让你可以曝光在某些你自己去指定的对象 所以如果你知道哪些对象是比较精准的 你就可以去把它做指定 然后让那些你自己指定的那些人可以看到你的广告 这个就是自定受众对象 还有他里面的有个影片广告 然后他影片广告呢 目前因为Facebook在跟YouTube的这个龙头 影片龙头在竞争嘛 所以Facebook希望他的影片内容可以比较多 所以呢他比较鼓励大家去上传影片内容 所以影片的广告他所取的广告费用是比较低的 是比较低的 那以后会不会变不知道 所以目前能够用就赶快用吧 那里面呢 可以有一些蛛丝马鸡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他会让他会希望大家去上传影片广告 第一个我们察觉的是你自己在滑手机的时候啊 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滑Facebook的时候滑过去预设 你没有点击的影片他自己就会播放对不对 预设就是这样子 只是说他没有声音但是他有播放 所以呢他就是希望你都去看他的影片 当然他也希望你都上传影片 然后第二种呢 他的制作影片的方式 他尽量再辅助你去做影片 可以简单一点 在后台呢如果你去做影片广告的话 你会发现他有一个轻影片功能 一般的影片就是你自己选择你自己做好的影片 然后上传到他的广告后台 可是呢他有一个功能就是即使你没有做影片 也可以做影片 什么叫做没有做影片也可以做影片 就是他后台有一个轻影片功能 你只要点击轻影片的话 他就会让你去上传十张照片 之前是七张 后来改成可以上传十张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设定每一张的间隔时间 他会轮播 他采用你自己上传的十张照片 十张以内都可以 然后他可以去设定每一张图片的轮播间隔时间 你可以自己设定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一段影片 而且他还内建音乐让你自己去调 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轻影片 他的轻影片的定义就是这样 轻就是轻重缓急的轻 那这样子就可以很快速的 你只要自己自备至少两张以上 然后至多十张 然后你就可以把照片轮播变成一段影片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做文章 比如说我十张照片 每一张上面都有几个小字幕 然后让十张照片串联起来之后 他可以照顺序 然后十张照片串联起来之后就是一个故事 所以你可以在他制作影片的后台 很快速的去上传这十张照片 然后变成一段影片 去变成一个影片广告 那还有一个是图文广告 那就不用讲了嘛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广告里面就是图跟文 就这样子 然后让人家点击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吸引人家去点击 所以这张图片非常的重要 这张图片一定要跟你想要提供的资讯 是吻合的 假设你今天之前看到一个 Google关键字广告一个很搞笑的一个 他登佳乐福什么什么大卖场的那个广告 然后点进去之后看到的是 夹 等于说他是利用人家的那个 人家的知名度 然后点击之后 去跑到自己的网站去 所以佳乐福 基本上是不同的两个购物商城嘛 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严重的话 广告被下架 帐号有可能出问题 那比较轻微的话 是广告根本就上不去 或者是你的广告收费会很贵 直接把你扣到广告会很贵 他希望的是你这个广告是优质的广告 为什么呢 假设你的广告是写出来的文案是写A 但是人家点击之后看到的是B 那会造成什么现象 你是不是会对Facebook这个平台产生怀疑 这个跟Google一样哦 为什么Google它这么这么抵制很多不良的广告 还有很多不良的部落格 一些内容农场的部落格 他会去删他们 或者是把他们的SEO拉掉 拉掉让他们搜寻不到 因为他们不希望网络上的访客到他们的平台 去得到错误的资讯 这会影响到他们平台的公信力 所以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把广告跟你的要导引过去的那个内容 做出不同不匹配的文章 不行 然后再来是收集手机和email 也就是名单型的广告 在Facebook付费广告里面有一个叫名单型广告 那这个名单型广告呢 你就不需要自己在做网页去收集名单了 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直接在他后台设定 我要使用这个名单型广告 那当然你也要上传一张广告用的图片 可是点击之后呢 他不是外连结到你自己设定的网址 而是直接跳出脸书里面内建的表单 有没有很开心 内建的表单代表什么 你不用再去外面做表单了 那内建表单之后呢 你可以到粉丝专页去把那个访客填写的那个表单 把它抓回来下载回来 你就会拥有这个访客填写的email或电子邮件 email就是电子邮件啊 email或手机啊 这个是这个栏位是你可以自己去设定的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设定太多了 因为消费者他也很怕各自外泄嘛 他能够给你email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基本上我只会掉他们的姓名或email就好了 那最大好处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不用再去做名单收集页 那还有一个好处啦 就是Facebook他也不希望你广告导到外面去 导到他的地盘之外 因为等于把流量导出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的广告费会降低 就是你使用他自己的名单 而不导出去的话 他对你会比较友善 所谓的友善就是他扣你的广告费会扣的比较少 原理是这样子的 好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再行销的设定 所谓Facebook收费广告的再行销意思就是说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你去过某个网站之后 然后再回到你的脸书的时候 你会看到 诶 怎么那个网站的广告出现在脸书里面 这个就是脸书可以设定再行销广告 只要脸书提供的那一串程式码 你把那个程式码 拿去放到你自己的网站里头 签入你的网站里头 那人家只要去过你的网站 脸书就会知道 哦 因为你签了一段脸书的程式码在你的网站里面 所以那等于是一个技术器 人家逛了这个网站之后 然后脸书就会侦测到 诶 有人来了 脸书就把他保存记录 保存那个 这个那个登录的人的记录 那当然前提是 那一个人那个访客 他必须已经登录脸书的状态下 那可是因为大部分的人 浏览器是用同一个嘛 对不对 用比如说他用chrome 上facebook 他用chrome上你的网站 那是同一个浏览器 所以他就会记录起来 这个就是再行销广告 那还有一个是 类似受众精准族群 这个非常有用 陌生开发非常有用 什么叫陌生开发 因为我们陌生开发就是希望去触及完全不认识的人 你总不希望自己在脸书上面贴的广告讯息 只有你的好友看到 只有你的亲戚朋友看到 不可能吗 那这样你东西根本就卖不多啊 你的亲戚朋友就只有那么几个啊 你的个人账号了不起 就只有5000个好友上线嘛 对不对 那你在脸书的粉丝专业去刊登广告的时候 这个类似受众呢 他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设定 就是把你之前已经收集过的名单 譬如说我的客户已经有100个人了 你可以把这100个人的名单上传到脸书的广告后台 然后脸书会去比对这100个人是不是 这100个人的email是不是注册过脸书 他会去比对 你这100个email上传之后 他会判断 假设有80个就是用这个email去注册脸书的 那脸书就会把这80个人记录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去设定类似受众 什么叫类似受众 就是你可以去指定类似这80个人 他会自动去抓 因为脸书他有每个人的资料 他有每个人的好友资料 所以他就会去抓这80个人的好友 有哪些人跟这80个人的兴趣是比较雷同的 因为他们有大数据在背后做比对 所以曾经按过哪一 譬如说你喜欢对健身有兴趣 你收集的是对健身有兴趣的名单 那他们的朋友也有可能对健身有兴趣 所以他们两个可能去过同一个粉丝团 跟健身有关系的粉丝团 所以脸书会自动把他抓出来 比较类似的受众 那这个就是陌生开发 因为你本来只认识这80个 结果这80个人再衍生出多少人 十几万人 再衍生出十几万人 但是你不可能一次曝光给十几万人 除非你广告费下很多 假设你只下个一天三百块的话 你可能可以触及个三千人左右 不一定 你可以去调整你的价格 越高的话 当天的触及人数就会越多 但是他帮你捞出来 跟这80个人比较类似的百分之一 所有脸书人口的百分之一 大概就有十七万左右 不一定 你还要看你有没有去设定 桃园市或者是台北市的地区性 那你设定的地方越窄的话 那当然你的那个触及人数就会掉下来 不过也比较精准 这个就是脸书的陌生开发的方式 好 那这一节呢 我们讲Facebook的付费广告的流量 主要就是这几个我个人比较常用的方法 那他一直在新增功能啦 所以我也会建议你 如果你这几个都已经熟练了 你可以多方去尝试每一种功能 因为每个人的产品都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去找到比较适合你自己的 也许有些广告方式是我没有发现 可是它是适合你的商品 搞不好你就因为这样子曝光率会大增 增加你的流量 好 那我们下一集呢 就来讲讲Facebook的免费曝光的一些操作方式 好不好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